我這個算命線很重要 沒有支線 這裡 借我錢翻本好不好 不會 他不會還我了 然後他說他要什麼 肚子好了 他不是會吐 吐東西嗎 踹死他 辣蛤蟆想天鵝肉 自己殺荒蟹去照照吧 等等 豬有話好說 沒什麼好說的 直接拍打 死要谷應該是頭子用的吧 久回合後可以練成靈谷 哇 他好吵喔 鐵護丸 火動 唉 得救了 李兄仗義相救 劉某不勝感激 這也沒什麼啦 到時劉兄特地準備這一桌明酒佳養 我還覺得受之有愧呢 李兄你太客氣了 在下想跟你交個朋友 不知李兄意下如何 四海之內的傑布斯兄弟 如何不可 好 咱們慢慢合 李兄 我有鑰匙先行告辭 後悔有期 李兄 不必送的 因為我要找那個道具啊 道具有那個 他地圖有幫我標好 鱗兒 該起床嘍 人家還要睡嗎 太陽曬屁股嘍 快起來快起來 下午哥哥說好要帶你一光蘇州城 你在賴床 我就不帶你去嘍 人家要去 鐵口之斷 布林免錢 兩位要算命嗎 布林免錢 好 幫我算算最近的運氣如何 嗯 公子氣色放紅 面臺桃花 居然是走桃花域 女子為水 水在舟 以復舟 公子千萬要謹慎 切記切記 欸 我有桃花域 這位姑娘 要不要也算一算 好啊 我來看看喔 姑娘遙光巨靈 零起逼人 時事人事少見 再朝必為帝禍 再也意為仁傑 有還有賣唐葫蘆致富的方法 但是要一直按啊 那美羽皆恩隱含煞氣 恐怕今日必有劫難 呸呸呸 我來畫影片 林兒 我們走了 公子 你還沒給錢呢 你不是說布林免錢嗎 唉 頻道說的都是真話 啊到了 好像很好玩呢 我也想進去看一看 別有造星會場有道具嗎 應該是沒有吧 在演唱會里面 在演唱會里面 是既然已有的 不只能在演唱會里面 是否又會發知 也い在演唱會里面 聽到 還要不倒地 我現在還不必然 是個人在演唱會里面 所以明வ而會 會讓我來賞 去森木 郭金 還要被捏 好 看起來沒東西 你們聲音會很小聲嗎 好 這樣 咦 這不是劉兄嗎 劉兄 你怎麼也在這裡 能不成是來參加招星的 我一直看到這裡非常熱鬧 錯過來瞧瞧罷了 劉兄 你等不上台試試 劉兄 你別挖苦我了 我若有學過一零武功 早就向月如表妹求心了 實話怎講 劉兄溫文有理 又長得一表人才 你那什麼月如表妹都看不上你 那真是沒閃眼光 欸 有常見喔 噓 別讓台上聽到了 喔 莫非台上的就是劉兄的月如表妹 人力劉兄如此怪異 應該是個美人囉 我們看看啊 哇 打得不錯嘛 哼 這沒用 喂 還有哪個欠桌的上來啊 爹 這些傢伙沒有一個像樣的 一點不好玩 我們回去算了 林兒 恩如兒 你出手握也沒太重 挑了一台的 不是被你折斷手 只是打瞎眼 誰還敢上來 又怪我 我是女孩子耶 是這些臭男生太沒用了 爹三番兩次挺也找機會 讓你挑選丈夫 可是我費盡多少心思 你從沒有一次認真過 我才沒有呢 你自己瞧 朝鮮那些男生 全部微微縮縮的 整配做您家女婿 你 啊 野蠻丫頭 哼 代瓜小賊 你們認識 不 只是心情有些小誤會 爹 就是他 昨天欺負人就是他 你叫他上來 我打他一頓 爐啊 別耍性子了 老 老爺 這位公子並會報名參賽 我不管 你叫他上來 我一定要出這口氣 哼 手下敗家還想自考苦是嗎 我不服氣 所以你們以多為勝 兩個打我一個 今天有種 就算單打骨斗 怎麼 怕了嗎 上去就上去 誰怕誰 雖然在下曾經冒犯姑娘在線 但我之願阿 你一見 已經兩不相欠 姑娘又何必欺人太勝了 要是你勝了 咱們之前過節就一筆勾銷 如果你輸了 就留下來替 兩個下人 當傷你的長弓吧 主題的事情不對在線 我就很心切了 這才冒犯 廢話少說 不想使會接招吧 如果 不可惜 爹 你別管嗎 今天我要是不在中的面前討回面子 請問讓人家看見他們蘇州林家寶 好好好 你還怎麼樣都隨你 不過 只需點到為止 知道嗎 哼 兩招吧 我覺得林業無是故意的 很明顯是故意的 好這邊要偷東西 因為錢很多 欸 就一次嗎 再偷一次 如果沒有的話就不打 不偷了 好痛 好 沒東西了 他都沒想過 月魯都沒想過他會輸嗎 呵呵呵 好 嘿 好贏了 什麼 我輸了 承讓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哈哈 太好了 太好了 主委 比武招清今日 終於有了結果 武林家寶 席開三日 各位鄉親父老 武林同道 無必賞光啊 爹 人家才不贏呢 哈哈 難得難得 小伙小微絮 想不到盧兒也會害少 這 怎麼 哈哈 小伙子還在在幹嘛 跟著盧兒去啊 我 為什麼 還裝傻 比武招姓雷台之上 你既勝了盧兒 自然就是我林家的女婿了 蛤 李少侠年紀輕輕就如此身手 劍法金帽絕恩 下貌 一隻粗類拔萃 人得少小微絮 實在是小女的福氣啊 哈哈 王妹只是僥倖 其實 對了 是才見你使出鼠山仙劍派的御劍術 想來 你必是姑姑健身的弟子 實在太巧了 老夫和尊師十幾年的敗把兄弟 算起來 你還是老夫的四職呢 姑姑健身 不對啊 咦 不是嗎 那你的劍法衝何希的 實不相瞞 晚輩贏遠遠機會 得到一名最盜人 點撥傳授 不要 你不要講我說我用暗器啊 嘻 小聲點 哦 那人想必是 獨孤老哥的十弟九劍仙 和遊戲人間 從不守土 你盡會摩他垂青 可見直直非凡 九劍仙前輩 僅傳授我一招劍法 我妹本想拜他為師 但未能如願 嗯 沒關係 這也沒啥重要的 老夫關心的 是你跟盧兒的婚事啊 四伯千萬 月如只能嫁給這個小子 你名字不會武功 卻以鼻鼓來決定月如的婚事 即使鼻鼓招勤 內臺勝負一份 不 這不能算數的 月如的終身大事 真可如此草率 對 不能算 有何不然 我與月如親密竹馬 為何 是否是不肯與婚 你父 眾文親我 憑你一切殊聖 如何能記住我 南無禮盟主之位 為了去去南無禮盟主之位 是否將讓月如 嫁給一個江湖無賴 住口 月如是我的女兒 這件事你又何資格訪對不對 劉靖遠 你少胡亂了 先往丟的臉還不夠嗎 月如你等我 我馬上回承安 叫我爹爺提親 哼 黃飛虎影趁兄道地 沒想到你覺得橫道奪愛 劉兄 我靠 趁兄道地 你就直接罵我江湖無賴 就這麼決定了 哈哈哈哈 我令人家傷太單純 而老夫又只有盧兒這麼一個女兒 所以老夫希望你的路 追到我們靈甲 好好繼承我靈甲的家業 晚輩萬萬承擔不起 我與靈愛 略有誤會 才上了一台比武 並非為了招心這 這是愛起前輩三思 難道少俠 嫌棄小女 不 不是 這下尚有要事在生 這婚姻大事並非惡妻 我們也不敢親言承諾 只怕辜負了小姐 還有什麼是比娶妻重要 小哥哥 如果你 我可以自己去苗江 你不必顧慮我 沒關係的 這怎麼行 說好要帶你去苗江找媽媽 怎麼的侵諾死也 一切尚未成定局 你不必多慮 待會我將此事交代清楚 我們即刻啟程 你雷台 奪魁人情皆知 還想一走了之 我逼我僥倖得勝 只想依照約定化解誤會 並會想到婚宴一成 你分明存心細算 故意悔婚 想讓我顏面盡私 你要離開 難道你想悔婚 入罪我林家哪然也不好 誰不知蜀洲林家那江南民們 雖稱不上富可敵國 但已是一方豪骨 我女兒雖不是親國美女 已是花容月貌的龜秀 多少民本公司強娶都娶不到 讓你沒理由嫌棄她 莫非你在家鄉已有妻子 沒有 我三位娶妻 有 你有娶妻 在你後面 那你跟她 是私奔情侶囉 我跟林兒只是不婚的朋友 林姑娘不要多心 趙林兒這時候都沒有反駁 他都沒有講 月如一向眼高於頂 如今會對你情有獨種 少小何必再三推妥 推妥 爹別胡說 這件事太過突然 和上位秉明家神 真敢失之婚娶 說的也對 我馬上派人去請你神神過來 倒是在談一入罪之事 你們兩人就先在這住下來吧 春安 你這老姑娘在西鄉房準備一間客房 春菊 帶姑爺到東鄉房 下去歇息 是 奧爺 他不是髒男 我要幫李翔平反一下 李翔真的是萬憂賞的關係 姑爺 你如果是還有任何需要啊 儘管吩咐我們下人 你能不能先下去的 所以是唸三甲沒錯嘛 到底是古還是甲啊 每次都唸錯 有時候唸甲 有時候唸古 好漂亮的房子 大戶人家就是不一樣 古也果然是小姐的真命天子 你這畜生也只要傷你不得 這段真是小知性啊 零兒 你怎麼了 看你臉色是不是不太好呢 我胸口很悶 頭有點疼 不過不礙事的 哎呀 病人可就不好了 早點睡 別著涼了 小偶哥哥 你啊 記不記得老老死的時候 對你說的 我怎麼會忘了 你放心 我會照顧你 直到你找到飲料為止 我會答應過的事 絕不反悔 可是 嗯 你想說什麼 如果我是 嗯 別胡思亂想了 傻丫頭 不會有事的 嗯 零兒沒有講 走吧 對 他懷孕了 所以肚子 就是會吐 或者什麼之類的 難得這麼好 因為李小友帥 李小友帥 李小友帥 瞧 我這身衣衣上 好不好看 呃 好 好看 就這樣子而已嗎 人家可是好不容易 才穿一次呢 林姑娘 能否思想問一個問題 金老師回答我 說啊 你 當真想要嫁給我 不是我嫁給你 吸引度最大我們林家 不是指這個 我是指鼻鼓招星太草率了 這麼輕視 不一定要算數 沒關係 我爹說了就算 哈哈哈哈 太瞎了太瞎了 我不相信你又有 如果講這種話 還要不是喜歡你逍遙 我覺得 他不可能講這種話 這 其實今天上雷塔與你比武 只是想化解思願 總會想過 招星什麼的 嘿嘿 誰叫你要打贏我 現在全蘇州城都知道 你是林家的新姑爺了 難道想賴張不成 可是 我們認識才不過兩天 你跟 你跟趙靈爾認識不到半天 我們就 趴趴趴了 你在那邊 還跟月如說 認識不到 兩天 說了半天 因為你討厭我 不 而是 我怎麼覺得這樣 太隨便了 我才不是隨隨便便的女人呢 我叫做什麼 心裡清楚得很 你該不會為了足心的事 還還活生在心 故意縱容我的吧 嘿嘿 你說呢 我覺得是 但我覺得不是故意縱容的 我覺得啊 因為有先前發生的事 裡面的魯又砍的 一笑有一劍 而且 他們雖然二打一 趙靈爾跟李笑爾也所打贏月如 可是 一個會武功的人 應該知道 這個人武功強不強 我能不能贏他 其實 大概都知道 而且 林月如其實他是算聰明的人 他既然在鼻鼓擂台上面 就指明李笑爾要上擂台打 難道他不知道 他有可能會輸嗎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 很吊詭阿 我覺得林月如都是想好的 是不是他可以故意縱他啊 因為我們知道他是 是不是故意縱給李笑爾的 這是有可能的喔 他就是喜歡李笑爾 也有可能是因為 愛了他一見 啊就是 有點愧疚 好 啊 是不是一定 我就 欸這個人還不錯 欸心地蠻善良的 欸 啊又帥 啊 對不對 是不是 我覺得是這樣 而且劇中也有講說 你是不是故意縱弄我的 你閱讀還半開玩笑的說 欸 你說呢 所以我覺得有一半的這個 想法在裡面 我不相信他 不知道李笑爾的武功 好不好 而且 有交過手了 一定知道李笑爾的武功怎麼樣的 再來是因為李笑爾帥啊 好啦 就這樣 好去大丁 那又是這個算命仙 選一選你來的正好 告訴我你的生辰年月 這位算命仙神 是我特地請來的 問你和月爐的和把子 和老實說 帥還是蠻重要的 喔 我是遺寵年蠟月十九成時出生的 嗯 我算了算了 恭喜老爺啊 敵公子和逆千金乃是人間雙臂 教護天成啊 一兩人的巴士來看 絕對折損滿堂 大富大貴 哈哈 這太好了 阿仲 帶先生到帳房 取款領手 是老爺 我太高興了 這真是我靈甲的福氣 先去 我們靈甲人天當寶 好 往後 想靠你和盧兒 多多替我們靈甲天轉丁 哈哈 老爺老爺 快來人了 懂沒 咋呼什麼 有妖怪 西江峰有妖怪 好可怕 林總 快去早起家庭 謝謝 多帶些火吧 是 奧野 來 這麼樣寶物 上面的話都蠻講差不多 究竟發生什麼事 蛇妖 是這半能半蛇的妖怪 就在西鄉房裡面 靈兒 靈兒人呢 趙姑娘不見了 等一等 很危險 現在裡面一片漆 什麼也看不見 我已經叫人去取燈火了 靈兒一定還在裡面 我要去叫靈兒出來 我跟你去 還是媽的裝備 啊就這樣 何況尿尼 竟敢再死殺野 竟然本大俠 還不受阻就行 雷大哥 等一下 雷大哥 他好像在哭 小姐 奴婢四處找過 都沒有看見趙姑娘 叫所有人都去找 這裡找不到 要趁外去找 方便全數著要把人找回來 不必了 由他去吧 爹 為什麼 你們自己問問都沒吧 是他最近發現妖怪的 阿美 妖怪從那裡跑進來的 趙姑娘又到哪裡去了 奴婢正在打掃小姐的房間時 突然聽到趙姑娘的喘叫聲 就起碼趕過來 就看到 你看到什麼 那隻蛇鴨 好像是趙姑娘 你 你胡說 阿美 你怎麼可以 隨便説賴人 趙姑娘明明被妖怪抓走的 我看到她的臉 蛇鴨的上半身是人生 那臉面貌很像是趙姑娘 然後突然一陣狂風 我不相信 這件事我只會查清楚 我要找到靈兒 我是不會回來的 阿美 你是不是下婚頭了 怎麼可以胡言亂語 誤賴少姑娘 都沒知道天當她膽子 也不敢欺騙小姐啊 哼 真是看走眼 想不到那一逍遙 竟然跟蛇鴨是一活的 盧兒 這件婚事就是取消 林家不屑與邪魔歪道來往 我不要 竟然爹許過婚 真可出惡反惡 趙姑娘在林家出事 我就只能將她巡迴 更何況如果亂得知道 星龜也出門找其他姑娘 我得臉我那一百 唉 唉 女兒大了 留不住了 好 喂 戴高小賊 三季半夜的 你打算從何找起啊 滿丫頭 怎麼你也來了 怎麼 我不能來嗎 好歹趙姑娘是在我家失蹤 道義上 我有責任幫你去尋找她的下落 謝謝你林姑娘 我從不知道 你是這樣一個熱血心腸的女孩 你怎麼還叫我寧姑娘呢 不然 我該怎麼叫 我們都已經 已經是夥伴了 以後應該兄妹相稱 我和你一句你大哥 你就應該 揮舞一聲月魯妹子 好 月魯妹子 這樣可以了吧 嘿 開心 呵呵 對了 說正格的 這裡讓你熟 一眼看 抓走靈兒的妖怪 會哪 往哪裏去 嗯 前面不遠處 遊記 有座影龍窟 聽說宮窟內 深處 住了一群蛇妖 藏在附近出沒 有不少年輕的少女 被他 擄到洞中 下落不明 我爹成多次 招募制式 進洞內除妖 可是都沒有沉通過 還死上的不少 因此我對那些蛇妖 恨之露骨 也才會說出那些 誤解趙姑娘的話來 好 你帶我到陵容窟 等我找到靈兒 一切都明白了 好走吧 不要吵我 老漢家裡 就是這些破木材 可以沒啥之前的東西 給你們 老婆你別誤會 我們不是壞人 你們不是妖怪啊 我的蛇妖被蛇妖爐走 至今真實不明 我好擔心啊 你說你叫什麼名字 我們是要去那找 找蛇妖 說不定可以把他救出來 真的啊太好了 我說你叫做小慧 那蛇妖的窩 就在西邊三角下 移出洞窟內 可是那洞窟 崎嶇百折 又許多毒蛇出沒 進去很危險 五毒蛇那邊 欸 五毒蛇那邊更遠吧 經常鬼母啦 你說是經常鬼母 經常鬼母那邊更遠吧 你要自動攻擊就好了吧 這裡就是誰要的宮窟嗎 沒錯就是這裡 你留下來 在這裡等我 不行 我也要進去 你是女孩子 萬一有個什麼 豈不是太危險了 我要是出了什麼事 你會保護我吧 那是當然的 這不就解的嗎 還有魔射什麼 走嗎 好 我們快速 好 到了 你們傳進我的洞湖來 做什麼 你就是那隻蛇妖 把靈魂還我 誰是靈魯 這不叫出人來 就吃我一箭 我的打法的話 我是用天鋼瘴氣 可惡的人類 死吧 這樣會比較痛嗎 嗯 好像不會 我們試試看 啊 感謝訂閱 西諾妮 感謝訂閱 感謝你 有比較痛嗎 好像也沒有 有 你因為我的攻擊力比我高 比底下有高 丟臉啊 你下有 嗯 欸真的有夠差了 好我頭子 頭一個火山谷 對啊 法術比較痛耶 好爛喔 沒有最新光淵布 果然是不行的 180 嗯好像也還好 欸 欸 法術比較痛 痛很多喔 好 哈哈 那有什麼天鋼瘴氣啊 不叫人叫出來 秋狗見下無情 別 別殺我 別殺我 我真的沒有啊 等等 如果有靈兒姑娘的 可能另有其人 喔 除了他還會有誰 當時夜色昏暗 我並會看見 誰要的面目 但體型似乎 將他微小 法射體態也不見相同 不錯 竟你這麼一說 我也覺得如此 喂 你是否還有同黨 因為你同樣是 人型蛇 人型蛇身 不過是青色蛇靈 或紅龍頭髮 隨修百里之內 沒有別的蛇腰 就全天下 也沒有清零紅髮的蛇腰啊 如今線索 全著陸在你身上 鼻腔就是磨混過去 欸 有了有了 有一次神鼠的龐子 神鼠就是這副德行 不過找到五百年前 就已經絕機了 他的話可信嗎 神鼠的龐子 他知道靈兒做什麼 其實神鼠 應該不會對靈兒不利 既然靈兒還有聲望 某刻繼續找 哼 自行死路 他想要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才胡說那些 剛才那些謊話 靈兒必是他 手中沒錯 我快往內洞找去 老實說這邊啊 一一以逍遙跟女悅如個性 加上 蛇妖男講的話 其實 蛇妖男不用出手啊 他如果不出手 他們 就不會被滅掉了 唉 因為蛇妖男講的是石花 他沒有騙 沒有騙靈小遙 唉 因為這樣子靈兒跟靈小遙應該會走 就是不會再 刁難他們 我覺得啦 姑娘 你們就是被蛇妖抓來的嗎 是啊 那時候我真的嚇壞了 還有到這以後 妖怪只 只要我們做一些打傻的工作 並沒有傷害我們 是啊 人類很可惡啊 這倒是真的 大家還記得 觀眾朋友 呃 那時候直播 還神節 然後編劇 剛好來看我直播嗎 然後編劇 那個時候我們不是說 嗜血都是動物嗎 那嗜血的下場 後面都很慘嗎 就是都 死得很慘 然後 就是 編劇就說 我忘記哪個人問的 說為什麼要把 嗜血編成 就是都很慘 聲勢都很慘 然後 編劇就說 動物在哪個年代 不可憐的 這句話蠻值得審視的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黑水陣 欸白河陣是黑水陣嗎 應該不是吧 小狐狸 對沒辦法接點嫌惡劇情 好可愛的小狐狸喔 OK好 這邊還有哪邊有寶物 上面 不要再叫了你們 好啦不要再叫了你們 不要哭了還是怎樣 好 好像是先左下面 上面是打 狐狸精的 好 哪哪哪哪哪哪 哪弄爆雷 好 打波子喔 先搜刮一下 啊 出發了 你們 想幹什麼 靈兒呢 你們把他藏哪裡 腦梁倒是有不少丫鬟從外頭抓的 有慧兒 豬兒 香兒 藍兒就是沒有一個叫靈兒的 今天我可是豁出去了 不要以為你們是你的 我就不敢對你怎麼樣 不叫出人來 我一樣殺了你 劉大哥 你冷靜點 先問清楚再說 我管不了那麼多 林格要是少一個寒馬 我覺得要這裡就要快全部陪葬 好大的口氣 老闆 快過來幫我把這兩人撵出去 老闆 膠也沒用 門口來辦了這藥 已經死在月如妹子的劍下了 什麼 你們殺了我相公 老人跟你們拚了 對 感人 我其實比較喜歡鮮舞前傳 然後再來才是仙劍 才是仙劍 鮮舞前傳在我 在我心目中是第一名的 你們不要只在乎那個勾不勾的問題 很好啊 很棒 好好 我也想當你逍遙 我還知道風雨單機 呵呵呵 跳到現在幕真的是 哭到不行 真的 欸 我記得鮮舞前傳是有語音的吧 有配音的嘛對不對 印象中 啊 糟糕 我睡著了嗎 對 睡著了 哇 這樣尷尬了怎麼辦 蛇跟狐狸 蛇跟狐狸 你們不要太在乎生物學上好不好 九五版是從門口的蛇要椅子 在本大野的劍下 欸 所以九五版說錯嘛對不對 我記得九五版也是 月如幹掉他的啊 還是我記錯 不要再放了啦 喔 我現在怎麼通你東西啊 喔 嘿 生子隔離 你們不要這麼 這麼 哎呀 好痛 換昏畫 應該還有吧 再偷一次 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呃 我用天師伏法好了 欸 等一下 月如沒有那個 氣墊子也可以 喔 雪的 喔 還好還好 天師伏法 天師伏法 新仙劍 的 九天仙 還不錯啊 舊仙劍的九天仙就是有點 嗯 不會講 這樣我形容不出來 欸 欸 天鬼皇的老婆 欸 你這麼一說 好像也是齁 哎呀 中了 你還給我補血 王八蛋 我是很討厭boss boss還給我自信兩次 他可以動兩回合 這樣公平嗎 耗爲人形就可以 啊 啊 贏了贏了 生活無慮 哇 我很多錢是不是 呵呵呵 這成就怎樣 一二 快 快逃 好 李大哥 剛才你的神情好壞了 我 咳 我 我 咳 可能 趙姑娘真的不在這裡 那會是誰幹的 我們先把這裡 被妖怪抓來的女孩們 救出去 趙姑娘的下落 我們另外再從頭查起吧 好 好吧 對齁 我們也是兩個人打一個人齁 嗯 這麼說也沒錯 住我房子 欸 應該可以救他們出去啦 我先開門是不是 我們先開門齁 開門之後才能叫那些婢女出去 好 跟他們對話吧 那每個都講過 什麼突然興奮 欸 我不能跟他講話 為什麼 喔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要先觸發 先走出去 大哥 我們應該先把被這裡關裡的少女 救出去帶走吧 欸 啊 我不能斷不對話 欸 啊 我不能斷不對話 喔 可以了 那應該是Bug吧 要先到某個地圖才可以 正常 不行不行 我不能講那三個字 等一下我被 BAN台 這樣就不太好了 你們不要鬧 太棒了 痠 好 很有趣 啦 太棒了 你找到我 再把你找到嗎 真的沒有 好 這邊都救出來了 好 這關這裡的女孩子都走了 我們離開這裡 到別處找炸姑娘吧 GOGOGO 多謝公子相救之恩 請說小女子一拜 不 這件小事你們不必放在心上 我們是舉手之島而已 韓世就在前面不遠的白河村 兩位都不嫌棄 歡迎到韓世來奉茶 欸 唉 五星插了 別灰心嘛 我相信你一個妹子一定不會有事的 看來 這個沖頭早起的 啊 聊哥 你沒事吧 一點傷不礙事 但是小狐狸可真兇 這可不能大意 為 未免萬一 被給找了大夫 好好整治不可 沒錯 離下來還是幸福多了 這邊有一個寶物 嗯 我覺得這邊有天師傅 有 小朋友 你知不知道村長的家怎麼去啊 我知道啊 跟韓夜的家就在前面 好 找我 什麼事嗎 妖戀作亂 人心惶惶 你家才問貫 非常不對出戶人家私以援手 反而趁機烘台物價 大壯面吸錢 不怕天理報應嗎 魯超未乾的小子 敢管大意的事 你管的也太多了吧 天下死人能管的 大發張耐財 還不應不改色 任誰都看不過去的 要怪怪我沒有生意的頭腦 當初黑水在那邊傳出 絲妖史 大家只是吸引災樂禍 不當作一回事 而我就看準這一點 把附近所有的路面都買下來 轉手機都轉了十倍呢 呵呵呵 做的聲音就像我一樣有眼光 會抓死機啊 小兄弟 學著點吧 所以我可以買東西的嗎 請問這裡是韓一仙的醫館 是 但兩位弄飛急診求證 我爹恐怕是無暇應診 原來是韓一仙的千金 我們有事要到村外去 想請令中叫他村民 終於放行 村外白天頗為平靜 倒是到了夜晚 世界要便會群起作亂 為了安全起見 還是佔留村內為妙 我兩身懷鑰匙 實在當隔不隔 去去施藥 這樣也為難不了我們 兩位有所不知 黑水陣能能善無 詐欲施藥作亂 引起成為死陣 何況我們兩個 好 那我選聖夜台 若是被施藥所害 只能怪我們學藝不緊 我並非故意猶亂 只是被施藥咬傷 不僅自己受苦 若是食毒發作 還會變合施藥 豈不是害能害己 欸真的欸 都是難病患欸 脖子會舊咬一下 不行 怎麼建議咬一下 鱗了 兩位 認識他嗎 趙姑娘在我家做課時突然失蹤 還好驚人天下 鱗兒 鱗兒怎麼了 是你救了鱗兒 易仙 謝謝你 小女廚外查 鑰匙發現趙姑娘昏倒 在春晚林子 於是將她帶了回來 鱗兒生了什麼病 也會嚴重 這 你放心沒事的 我會醫好她 我能幫個上忙嗎 易仙弄有何差錢 我一定萬事不辭 這樣吧 最近病患實在太多 許多藥材都用完了 或不然開鐵藥房 對趙姑娘的生智 或有助益 終究因缺乏藥材而做吧 既然你們有心 就麻煩兩位替我弄些藥材來 你們把這藥單 交給門口的阿寶 叫他照單子上的配方煎藥 我記得他也缺幾位藥材吧 人生雪蓮子核首物銀杏值入龍 火力鯉魚 我們分頭去找這些藥材 人生雪蓮子核首物之三藥藥材 我可以弄得到 好 其他那三項我來想辦法 正午之前我趕回來的 趙姑娘 是老夫獨眼 他們兩人對你頗為關心 姑娘為何必而不見呢 我 我不想讓他們知道這件事 好吧 你放心 老夫會繼續替你瞞著的 唉 但是你一個未出嫁的姑娘 就 加上你身子又很虛弱 她如果沒有人照顧 往後的日子可怎麼過呢 大夫 你先在我這裏好身子 這些日子你再好好想想吧 老夫看來是不會錯的 李少侠不會是薄情自然 OK 月魯回去了 人生雪蓮子核首物之三樣藥材 說不得只好回家一趟了 OK 走到 小姐你可回來了 老爺發了好幾隻脾氣 你快勸勸她吧 否則照樣的是我們這些嚇人啊 我馬上就要走了 你就拿人生雪蓮子核首物 這三樣藥材給我 小姐 你何必跟老爺賭氣呢 父女倆有什麼事可以好好說啊 哼 不願給我 我又自己進城滿去 聽你囉唆這麼久 時間又被乾割了 哎呀小姐 你千萬別生氣啊 我去拿教室啊 誰也不准跟我爹 說我回來過 又是哪個敢多嘴的 我可了不了你們 好 換你笑容了 鯉魚的話要去釣齁 鯉魚的話要去釣齁 這邊一下就可以完成了 好 就這麼簡單 好 就這麼簡單 好 這邊 那我們去B路齁 咦 怎麼往下走啊 咦 沒踩到 有了有了 陸兄啊陸兄 對不起啦 我的朋友生了病 所以借頭上的腳來錄藥 不會傷你性命的 他腳都被你夾傷了 補獸甲其實很恐怖呢 補獸甲啊 噢 那個腳大部分都快毀了 好 完成 看吧 可是工作還是變得很快 剩下一樣的藥材 會已經弄到手了 小哥哥 你們 啊 你還不要起來 乖乖地躺著休息 唉 沒關係 趙姑娘已經可以下床走動 我想留下來 以我的法術 多少可以幫韓大夫 医治一些村民 這附近一帶的村子 把手撕咬試虐 人搬走了 人早就都走了 本村幸好河水逐隔 才暫時得以安泰 三位既不是本地的 老夫勸你們 還是早點離開吧 不 跟他村民遭受這番苦難 我覺得我們應該 替村民做點事 報答一心的恩情 趙姑娘這半清 慈悲心腸 老夫使他快感激了 光是一人 也不能解決問題吧 四腰一直不除 這裡的居民 還是永無寧任 大家要何不想辦法 把四腰給除掉 唉 彈何容易 四腰不同於其他妖怪 他們倒墻不入 水火不清 變更可怕的 收火房濕毒 一旦毒氣攻陷 老夫也醫護不活 以前四腰 也只有在沒有月光的夜晚 才會出現 到了最近 在打牌 天都會四周恨行 再這樣下去 連著白河村也不能住人了 你身為村長 真可說這番賞氣話 天下遺物客遺物 妖怪也不例外 我不相信 沒人治得了那些私藥 我知道有個人 能對付私藥 噢 韓姑娘知道 大約一個月前的 玉佛寺主持自修大師 曾驅退一群私藥 就有將家三位公子的命 後來三兄弟還一起出家 成為自修大師門下的弟子 據說這件事 私藥都不敢靠近玉佛寺 那好急了 我們就有請玉佛寺 和尚下山塑鴨 不 你還是打下這咽頭 因為 孟子 按爹來說吧 坦白說 老夫也曾派人去請自修大師 下山出藥 但是至今見過主持方丈的人 還沒有一個人回來 不會吧 難不成那些和尚會吃的 當然不是 他們 都當了和尚 也許 那位大師真的是佛化無邊 這 少下且聽我說 小弟孟子和江家大公子少羽 自幼地定下了親 兩人感情影響很好 前不久兩家才說好 帶著孟子們十六歲 就來下聘 一個月前 老夫聽說 以佛寺自修大師法力高升 於是便想請他下山出藥 少羽和兩位弟弟便自告奮勇前往 結果一去不返 老夫和小女都是前往查問 才知道兄弟三人都屬下當了和尚 這件事 至今都令人想不透 聽起來這村子 這村子的戰鬥還真不少 啊 就這樣結論 哦 那個安胎事情其實我知道 婦女不用還有調血安胎治療效 這邊就不用特別買了 啊就這樣走了 啊 突然一佛寺有一個老虎下來 啊我們先把他打完吧 奇怪怎麼一個老虎 我又按錯了 我又按到自動 我又按錯了 我又按到自動 哦 那就不知道了 呵呵呵 你說剛剛那個些 哦好好好 好 那我就不知道了 好 累了 玉佛寺的門口有一隻老虎 哇 剛才真是嚇死我了 不過 幸虧我反應快 哼 要真的靠你啊 我們只有時間後面也不夠 可憐老虎 他只是一本人生活在這個世上 我們實在不該痛下殺手的 照顧兩人心腸真好 嗯 剛才是我們衝動了一些 你剛才 你在引龍窟衝動 可衝動了一下 不說這些了 還是去玉佛寺藥景 我們快走吧 這 他不想理我們 好 就這樣